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它裡面寫生命本質就是暴力的 這句話對我來說 好暴力喔 因為它說沒有人 是因為選擇來到這世界上 你也沒得選擇你要在哪個家庭 這本身就是一件很暴力的事 所以對我來說 人生的課題應該是家人吧 你長大之後做的所有選擇 大大小小那都是你的選擇 但你生在哪個家庭 這是天生你被選擇的 然後我覺得與家人相處這個課題 好像是一個大魔王 對於這個社會當今的很多人都是 對我來說也是 我覺得小孩 因為從小被父母保護著 然後在小孩的思維裡面 會覺得父母永遠會是保護你的那一方 但當時間漸漸的流逝 其實那個甲方乙方的關係也隨著時間漸漸的被耿動 你不再是受保護的那一方 變成我們要去保護你眼裡永遠的那棵大樹的時候 在這個狀態裡面 在這個轉變的過程其實 蠻不舒服的 不是討厭而是很衝擊 你就眼睜睜看著那個保護你的人 漸漸的變成小孩 漸漸的你要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跟他溝通相處 這個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學會 我也不知道在接下來這堂課我學不學得好 但我希望到生命最終章的時候 這堂課我是歐帕 從我跟家人的關係裡面我學到的是 每個人都很平凡 我們都只是凡人 大家都會有七情六欲 大家都會有彷徨無助的時候 然後但因為這一層關係 讓我們沒有辦法輕易的跟對方說 我要跟你分手 這杯再也不跟你聯絡 因為那是血濃與水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必須正視它 這件事很難 後悔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個詞言 但是我覺得好像身邊很多人也都在說 親情之間最常浮現的詞是後悔 因為做也後悔不做也後悔 這好難喔 怎麼說呢 我待在台北我也後悔 我回去台中我一定也後悔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就是只有24小時 我既又想要讓自己的工作狀態更穩定 可以給父母更多無後悟之憂的下半輩子 但是你又清楚知道其實他們想要的 並不是金錢上面的沒有後悟之憂 他們想要的是你實質上面日子的陪伴 但是我就是一個凡人 我就是只有24小時 我沒有辦法兩件事全部做到 所以當我選擇A的時候我也會後悔我沒有選擇B 我選擇B我也後悔為什麼那時候不選擇A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傾廷上面讓我 覺得後悔這兩個字 將會永遠揮之不去的一個原因 他們來台北我想他們的人生也會存在著某一種後悔的成分吧 畢竟那是他們根深蒂固最熟悉的生活空間生活環境 他們也還很年輕啊 也有屬於他們的人生想追求 哈囉大家晚安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有沒有花時間好好跟自己相處 了解一下自己今天心裡真正的想法呢 我想在面對親情這個課題的時候 我們都很彷徨 但是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do my best 大家晚安 希望你們明天也會有很美好的一天 有空 打電話回家 大家晚安 這些… 這邊…